上班数刷到 上期视频呢 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二维码识别的原理 以及我们制作二维码的流程 为我们的实操呢打下了基础 还没有观看上期视频的小伙伴啊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一期呢我们就来上手实操一下 做出一张漂亮的 可以识别的美化后的二维码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啊 直接来到Stable Diffusion 然后在这个ControlNet的Unet名这里 我们点击把这张图片上传一下 好图片已经上传完成了 那这里的模型呢 我们选择这个QR Code Monster的模型 然后预处理这里呢选择空就可以 我们在第一次生成图片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ControlNet的权重调高 我一般习惯的是调到这个1.5以上 那好我们就给到一个1.6的权重 最后呢我们来点击一下这个启动按钮 把这个ControlNet来启动一下 好那到这里呢 我们的第一步也就是这个二维码的设置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搞定一下提示词 那了解我操作风格的老观众都知道啊 我个人在处理这个Stable Diffusion提示词的时候呢 多数情况下都是去抄 那好我们先来到这个C站 我们先大概的确定一下这个二维码的风格 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其他的案例啊 有做这个建筑风格的 有做风景的 也有做人物的 那理论上来说呢 不论什么风格都可以 只是这个难度不同罢了 那我这里呢还是选择做一个二次元的女孩 那我们来找一下 好我们觉得这张图片还不错啊 我们来点进去看一下 那好就这张图片吧 我们来复制一下它的提示词 我们把这个正向提示词来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Stable Diffusion 把它的提示词粘贴过来 好然后我们再复制它的反向提示词 也是一样啊把它粘贴过来 那我们现在唯一需要检查的呢 就是它这个提示词里是否用了一些Laura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啊 好应该是没有这个Laura 因为有Laura的话 我们这个本地是没有下载的 所以肯定是调用不上的 然后我们来回到这个C站这边 我这里呢关于这个提示词要着重说明两点 第一呢就是一会儿我们的出图 一定是和它这个给到的图片差得很远的 因为首先我们这个大模型就不一样啊 我们看到它这个提示词用的这个大模型 是这个大颗寿司 然后我们返回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 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是Reanimated 包括下面的一些参数呢 都是和它这个做图的参数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会儿的出图呢 肯定会和它这张图片不一样 那我们这么做的意义呢 只是在借鉴它的关键词 出一张类似的图片而已 第二点我要说明的是 由于我们这个二维码比较复杂啊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目标风格的时候 最好选择这个有人物 然后带这个背景 然后EF也比较花哨的图片来作为参考 这样呢会给到Stable Diffusion 在做图时候更多的发挥空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种构图和颜色相对单一的图片的提示词去创作呢 在Stable Diffusion合成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困难 相信大家呢也能想象得到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个图片风格的时候 尽量去选择这种构图和背景比较复杂的图片 好 接下来呢我们返回Stable Diffusion 我们再调整一下参数啊 然后第一次我在生成的时候呢 习惯把这个采用步数拉高 我们大概给到一个40步左右 然后我们这个宽度和高度呢 因为我们刚刚这张二维码的分辨率是768x768 所以我们这里也需要把这个宽高来调整一下 好 大概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在确认一切参数都设置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先点击生成 来生成一张图片看一下效果 好 图片已经生成了 我们有概率在第一次做这个图片生成的时候呢 就可以生成一张我们可识别的图片 那我们来用这个手机来扫描看一下 这张图片确实是可以识别的啊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不开玩笑啊 虽然我们这个运气爆棚啊一次成功 但是我们在Stable Diffusion做图的时候 不能只靠运气是不是 还是需要一些控制的 那为了给大家演示 如何将一个扫不出的图片处理成可以识别的 我特意呢将我的这个运气降了一些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啊 我甚至呢把这个二维码修改成了我最讨厌的紫色 其他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啊 但是这张图片实际上是扫不出来的 那如果大家在实际的操作中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这个构图非常的满意 或者只想改变一些图片的细节 比如说我不喜欢这个衣服上黑色的条纹 但是又怕改了之后识别不出来 那我接下来呢就对这种情况来做一下演示 来看一下我们应该去如何修正和美化 我们指定的这张图片 让这张图片呢也做到可以去识别 好那我们先点击这个下方的图生图按钮 把我们这张图片来发送到图生图这里 好图片已经发送过来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先处理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图片无法识别的问题 那出现这个问题呢大多数情况下 是因为我们刚刚这个Control Dive控制的权重不够 那实际上呢也非常好解决啊 我们在保持这个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来到这个ControlNet这里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上传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图片 好在图片上传之后啊 我们还是来到模型这边 来选择一下这个TrueRcode Monster的模型 然后在这个控制权重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权重给到1.5左右 好大概这样就可以 最后呢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启用按钮 把这个ControlNet来启用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个控制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图生图这里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重归强度的数值调到很高 这样的话呢StableDiffusion才会对我们这个二维码的地方 进行一个更加深化的处理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重归强度调高呢 我们这张图片的重归呢 也就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现在呢我们还需要用这个Tile模型 去控制一下我们这个图片的细节 那好我们来到这个ControlNet这里 我们再开一个ControlNet的窗口 然后我们把这张图片来上传上去 好在图片上传完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Tile模型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这个启用按钮 把这个ControlNet的单元也启用一下 那好到这里呢我们一共开了两个这个ControlNet 我们Tile模型的作用呢 是在这个重归强度开的较高的时候 控制我们图片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然后我们这个QR Code的Monster的模型呢 是用来优化我们这个二维码的细节 那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两个模型开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最上方 我们先点击这个生成按钮来看一下效果 好图片已经生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生成的图片 跟我们这张原来的图片相比 这个细节上确实优化了很多 但是我拿这个手机又扫了一下 发现还是扫不出来 那这种情况其实也非常常见啊 那我们只需要返回这个ControlNet这里 我们还是来到这个第一个QR CodeMonster的模型 我们再把这个模型的权重来调高一些 我们大概调到这个1.65左右 然后呢我们再返回这个最上方 再次点击这个生成按钮来试一次 其实在我们指定了这张图片之后啊 要想实现这张图片可以扫出来 这个对参数反复调整的操作就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做这一步的时候呢 也一定需要有耐心 好图片已经生成了 我们这一次生成的图片呢 我用手机扫了一下就可以识别到了 大家呢也可以去试一下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保证我们构图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再次把这个图片丢到图身图里 然后再次用我们的QR CodeMonster模型 做一个权重控制 以及这个Tile模型去做一个细节控制 以达到我们这张图片可以扫出来的效果 好那么刚才我又试了一下 我们这张图片呢虽然可以扫出来 但是呢极其的不稳定 说明其实我们这张图片优化做的还不够啊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有两种方法去解决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继续来到下方 去调整这个ControlNet的参数 我们给到这个QR CodeMonster更高的权重 然后再次生成图片 这个方法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呢正好我来就这个情况 来讲一下我们第二种处理的办法 我们把这张图片来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图片处理工具 我们把这张图片粘贴过来 那第二种方法的处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这张图片选中 然后只需要给这张图片来加一个高速模糊 好这个模糊的数值呢也不需要给太高 给到2就可以 我们确定来看一下 我刚才用这个手机试了一下 在我们把这个高速模糊数值调到2之后呢 这张图片就完全可以扫描了 这个原理呢就是因为软件在扫描 这个二维码的时候 如果碰见这个模糊的图像 它会进行一个算法的补充 所以呢就更有可能把我们这个二维码去识别出来 那我们这张模糊的图片呢 显然是不太合理的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人物的面部变清晰啊 因为我们这个二维码实际的区域 就是这个人物的衣服这一部分 那其实处理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图片再复制一份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高速模糊去掉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人物的头部单独的截取出来 这里为了这个边缘更加的和谐啊 我们给到它一个较高的语化 我们大概给到一个80左右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头部来单独的剪切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删掉这个身体的部分 然后把这个头部来粘贴过来 这样呢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头部清晰 但是这个下方还是比较模糊的图片 那接下来我来扫描试一下 好没有问题啊 经过我们这个简单的处理之后呢 我们这张图片呢也是可以扫描的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下方这个不清晰 感觉比较别扭呢 也可以去调整这个高速模糊的数值 我们可以给到这个2甚至更低来试一下 那具体的这个参数是多少呢 其实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大家只需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去自行调整就好 那我们这个操作最大的好处呢 其实就是快捷 我们既保证了这个面部的清晰度 又保证了这个2维码的识别度 其实相比刷图和在StayBodyFusion里去调整参数 这算是一种比较取巧的办法 好那这里再补充一下啊 就是我们第二种优化的方法 其实还有一个更加完善的版本 我们第二种方法的缺陷其实也很明显啊 就是我们如果仔细看这张图片的话 还是可以看出这个头部和身体的这个不自然 因为这个身体部分确实是比较模糊的 那我们那也可以把这张模糊处理之后的图片 再上传为StayBodyFusion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ControlNet这里 我们现在开了三个ControlNet来处理 第一个ControlNet单元呢 还是我们这个QR Code Monster的模型 然后这个权重呢 我给到了一个1.6 大家也给到这个1.5左右就可以 然后第二个ControlNet呢 我们还是用的这个Tile模型 然后Tile模型借鉴的这张图片呢 就是我们刚刚模糊掉身体部位的图片 然后第三个也就是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们又开了一个模型 也就是这个Brightness的模型 但是因为这个模型对图片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边的控制权重呢 给到非常低 也就是给到一个0.3左右 然后我们的控制部署方面呢 只给到它0.8到0.9 这么一个阶段的控制 也就是说在80%之前呢 Brightness模型是不参与到我们的做图中去的 然后做图进度在80%到90%的时候 Brightness参与到我们的做图中去 90%之后呢 Brightness还是不参与的 这是因为我们Brightness模型 对图片的影响确实很大 然后这个参数啊 还是那句话 没有一个固定的值 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 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在设置完这三个ControlNet的单元之后呢 我又返回上方点击生成跑了一张图 那我们这次这张图片就非常的完美了 不论是用手机扫描 还是直接发送到微信里去识别 都是可以很快速的识别出来 这个图片的二维码信息的 那好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第二种方法的一个补充 那好这节课呢 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这个二维码美化的原理 以及在我们实操的时候 可能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相对于靠这个刷图去解决问题啊 我这里给出的两种思路呢 大家也可以去借鉴一下 也希望可以帮到各位 其实呢还有一个小尾巴我没有讲啊 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穿黑衣服的小女孩的图片 变成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黑衣服实在是太乍眼了 那时间关系呢 咱们把这个变色放在下一期给大家讲解 不过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就是这样还有这样 好大家也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呢 还请给我点一个小小的赞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在以后带来更多Stability Fusion的相关教程 那好最后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